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哈尔科夫前线库布扬斯克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昨天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出动了连战术组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塔巴耶夫卡定居点 这个就是红点处塔巴耶夫卡 它是在库泽米夫卡的北部 目前俄军已经占领了库泽米夫卡 就是在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宪法边界这个方向 乌军昨天在塔巴耶夫卡定居点出动了连战术团 在这个方向对俄军进行反击 65名乌军两辆步兵战车,两辆皮卡在塔巴耶夫卡 昨天的战斗中被俄军摧毁 昨天的战斗还是十分激烈 另外在南部红利曼方向 在这个方向,红利曼方向 在这个方向,红利曼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挫败了乌军两个战术小组 对切尔诺·波波夫卡 以及克里米纳方向发动的攻击 昨天乌军派出了侦察小组 乌克兰武装备的两个侦察小组 以及破坏小组 秘密潜入了俄战区 在卢干斯克北部的赖哥罗德卡 上也就是北对涅斯克这个方向 在这儿 进行破坏以及侦察 俄军发现以后进行了交火 昨天乌军损失60人 三辆步兵战车,一辆装甲车,四辆皮卡 这是昨天在斯瓦托洪利曼库布扬斯克 这一线哈尔科夫前线最新的消息 昨天在顿尼斯克南部地区马林卡佩斯基 这个方向昨天在战斗乌军损失 70名军人,两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四辆皮卡 在南部的尼克尔斯克耶定居点,乌军发起了进攻 但没有成功 30名军人在尼克尔斯克耶方向被俄军击毙 两辆步战车,三辆皮卡被摧毁 这是昨天在顿尼斯克方向作战的画面 这就是在马林卡方向作战的画面 那么俄军出动了战术以及陆军航空兵 还有导弹部队炮兵 在瓦德涅、佩斯基、马林卡一线 摧毁了乌军七个指挥所 以及第72炮兵部队193火炮阵地 另外在克拉玛托尔斯克还有基布罗夫定居点附近 北约的外国工兵 他的集结点也被俄军摧毁 所以俄军也轰炸了克拉玛托尔斯克的外国工兵营地 在敦尼斯克还摧毁了一套ANTPQ-37反炮兵雷达 这是美国制造的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S-300被俄军摧毁 在扎布罗地区俄军摧毁了乌军的一个弹药库 而空田军在尤里耶夫卡击落了乌军的一架苏-25战机 在滋尾列沃地区击落了乌克兰的米格29 另外俄防空部队在马林卡村附近击落了乌克兰空军的两架米8直升机 在顿尼斯克摧毁了约10架无人机 这是昨天在佩斯基马林卡一线战斗 俄军现在沿佩斯基方向向北 逐渐控制了E50高速公路 实际上正在向红军村南部方向发动进攻 那今天乌克兰方面也有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正式宣布 最高法院裁定党卫军加里西亚施 加里西亚施党卫军的标志非纳粹标志 就是这个蓝色的加里西亚施 就是蓝色的标志 熊施标志 这个加里西亚施呢 我之前说过啊 他实际上呢 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在与德国合作期间 由德国武装的一个军事组织 实际上后来呢 有参与了对苏联的作战 43年呢 成立 该施呢 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啊 屠杀了大量俄族居民 那乌克兰的最高法院呢 裁定啊 该施的纪念 也就是加里西亚施的这个标志 属于历史遗产 并不属于纳粹标志 那昨天呢 俄罗斯呢 空袭了基辅啊 基辅现在呢 是停水 停电的状态 一部分社区呢 实际上是无法提供清洁的饮用水 大家可以看 基辅现在呢 已经贴出了告示啊 鼓励老百姓 在这个基辅的这个 居民区挖掘什么呢 挖掘排便的厕所 实际上就是东坑啊 因为基辅现在已经停水啊 从这个宣传单上 大家可以也可以看 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 不能用水去冲洗厕所 也不能把剩下的食物 丢到下水道 因为该系统啊 排水系统已经堵塞 而且呢 会浪费水源 所以呢 基辅方面已经要求啊 在所有居民区可以看到啊 挖坑 然后呢 建立一个临时厕所 就是冬天 要在室外 挖掘一个粪坑啊 然后在里面排便 所以基辅我说过 已经回到中世纪啊 你可以看到啊 就几乎 基辅已经失去了 这个现代生活的这个 所有的必备条件 包括电力 网络 已经没有了 所以基辅的市长已经要求 当地老百姓如果能离开的话 尽量出国啊 去波兰 去其他国家 能够离开基辅 尽快离开基辅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那个生活状态啊 厕所 那个水 停水 不能用 那么你就不要再排便了 你在厕所里面排便 是无法冲洗的 那么到楼下 挖个坑 临时排便 所以我说啊 乌克兰现在已经回到中世纪啊 你可以看啊 挖的这个 排便的坑 这实际上呢 就是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厕所 这是乌克兰的首都啊 不知道泽连斯基总统啊 会不会亲自去挖一个 那在波兰方面呢 周末 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 抵达了波兰的叫 格丁尼亚港 这里 格丁尼亚港 我把这个 美军坦克 抵达波兰的画面 给他播放一下 那新一批啊 约800台的美军装备 抵达了波兰 那美军第一步兵师 也随同重型装备 埃布拉姆斯坦克 抵达了波兰 那么该师呢 将在波兰驻扎九个月 装备到达以后呢 军事人员将随后 乘专机抵达波兰 那这批装备呢 很快将运往波兰的各地 包括卢布林 华沙 热舒服等地 那美军第一步兵师呢 将与波兰军队啊 在乌坛边境地区 进行联合演习 后续呢 还有两千件美军装备 将陆续抵达波兰 那么美军逐渐在波兰 也在增兵 除了美军的装备以外呢 韩国向波兰提供的K2坦克 韩国向波兰提供的K2坦克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也已经抵达了波兰的港口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K2坦克 昨天抵达波兰港口的画面 K9自行榴弹炮 K2坦克 陆续呢 都会部署在华沙 华沙北部地区 叫姆龙哥沃 奥尔什丁 这一线 这一线实际上靠近哪呢 靠近加林格 就是 韩国提供的重型装备 未来呢 会部署在白欧斯方向 特别是华沙北部地区 那这是波兰方向 最新的消息啊 那今天呢 泽连斯基抵达了顿巴斯 抵达了斯拉布扬斯克 抵达斯拉布扬斯克呢 也发表了视频讲话 这个视频讲话的背景 其实大家都从照片里可以看到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乌克兰媒体曝光啊 这个斯拉布扬斯克现在呢 实际上是没有能源的啊 所以大量的木材 在这个方向啊 泽连斯基呢 实际上故意把这个木材 所有的背景进行了处理 就没有曝光 斯拉布扬斯克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停电 停水 没有能源的状态 所以可以看啊 乌克兰媒体曝光 斯拉布扬斯克他现在呢 整个的防御非常困难啊 靠烧柴取暖 另外呢 在泽连斯基抵达顿巴斯的同时呢 顿尼斯克人民国也宣布啊 爱达尔营啊 也就是新纳粹营爱达尔营的女击手啊 叫苏萨卡 安德里纳苏萨卡 阿卡塔 他呢被证实在卢干斯克 在卢干斯克和顿尼斯克交界的一个地区 被俄军埋射的这个地雷 炸断了双腿和手臂 你可以看现场爆炸的画面啊 他呢实际上呢 在乌克兰呢 是家喻户晓的 而且还参加了美国的CNN的采访啊 他现在已经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啊 他是在12月2号 12月2号 驾驶汽车 触雷 手臂和双腿被截支 他这样比较传奇啊 14年就参与了作战啊 在二大营 就是在卢干斯克北部地区 而且参与了卢干斯克机场战役 他也是卢干斯克机场战役啊 是少见的 有女性参加完整这个卢干斯克机场战役的 他作战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当时呢 他有一个传奇的名字叫女子老将鲁克 说明他的作战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那么现在顿捏斯克卢干斯克方面也证实啊 手臂啊 双腿 那么今天呢 俄罗斯方面也证实啊 吉尔金也就是马航M17事件的 负责人啊 吉尔金 他呢已经返回到莫斯科啊 我呢实际上在之前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啊 会关注这个人 这个人呢实际上在顿捏斯克 他曾经担任前光部长 那么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 他呢积极的想要到前线参战 但是呢 俄罗斯国防部包括总参谋部并没有批准 他呢在莫斯科呢 现在发了这个社交媒体啊 我看了一下 他介绍了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作战的情况啊 今年夏天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 他把胡子剔了啊 秘密的潜入到赫尔松方向作战 那么他按照他的说法呢 他试图参与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呢 没有得到国防部以及总参部的允许 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啊 他是 美国通缉的对象啊 美国FBI 包括CIA 包括海牙国际法庭都要通缉他 因为他参与了 马航M17 这个坠机案 他最后呢 以个人的身份 加入到了 特别军事行动区 斯瓦托方向的这个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担任参谋长 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啊 他担任参谋长 那他现在已经在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中啊 正式退出了现役 返回到莫斯科 而且被告知啊 要求他立即交出武器 前往莫斯科 他表示呢 实际上呢 他已经成功的参与了特别军事行动 他在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名单中永远被出名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当局特别是俄国防部啊 包括俄罗斯的总参情谋部啊 对他是保持距离的 不希望他出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 为什么 其实很好理解啊 他是通缉犯 他被全世界特别是海牙国际法庭通缉 如果他出现在俄军中 会对俄军的形象有影响 所以呢 不希望他有正式的观止 所以他呢 又是非常积极的 这个人呢 实际上呢 我之前介绍过 包括在车臣 包括在南斯拉夫内战啊 他都参与过 俄乌战争以后呢 他一直想返回前线 但是俄总参谋部一直阻止他 那么现在呢 下达命令要求他立即返回 他呢 也在社交媒体上啊 公开了自己在顿巴斯 在赫尔松 顿尼斯克人民国国作战的这个军官证啊 你可以看是手写的 也就证实了啊 他已经返回了 穆斯克 很有可能未来呢 他很难再前往 顿巴斯作战 这是他在斯瓦托前线 斯瓦托 那这是今天呢 斯拉威亚斯克 哈尔科夫前线最新的消息 从现在呢 美军向乌克兰西部地区增兵来看呢 未来呢 在冬季啊 波兰这个方向 美军会加强军事部署 也是要应对俄军在白俄斯方向的增兵 所以呢 基辅北部地区 很有可能在冬季啊 俄军会有军事行动 特别是要进攻基辅以及利沃夫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